收看下午四点中天新闻 我是洪淑芬 在今天下午有群众包围了中天电视台 而中天新闻坚守新闻岗位 捍卫新闻自由 拒绝黑色恐怖 稍早的情况 我们要请这代秋荣来告诉我们 秋荣 好的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您可以看到呢 这个群众呢 他们是号召哦 那么由自由台湾阵线这样一个团体的 其中的主要成员 激进侧异的总招 邀西 号召的群众来到了中天新闻的时报广场这边 大楼外呢 那么您可以看到呢 从制高点看出来是 大约有100多到200名左右的群众集结 当中除了学生之外呢 看得出来还有一些是不明的社会人士 因此是不是真有如此单纯的一个团体呢 是引发了好奇 不过呢 中天新闻呢 这个坚守新闻岗位 并且呢 是要来这个拒绝黑色恐怖 捍卫新闻自由 因此呢是出动了上百人来正面回击 那么中天新闻团队呢 是穿了制服背心 以及大声工哦 那么呢 就站在门口这边也拿出了标语 宣示我们捍卫新闻自由的决心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画面 那么您可以看到呢 事实上哦 在稍早的时候呢 气氛是一度相当的紧风 那么警方也担心说 有一些群众恐怕会有失控 或者是脱续的行为 因此呢 是出动了200名左右的远警 您可以看到呢 从制高点看得出来 警方是站成了人墙来阻隔 并且呢在前方呢 也设了这个管制线 以这个交通改道牌哦 设立了这一个封锁管制线 还有蛇龙 就是不让有心人 企图要来闯进中天新闻的大楼 那么呢 200名远警当中 也包含了穿着便服的便衣行警 全程拿这个录影器材 录影搜正 以防哦 有人企图要用动手 甚至是丢鸡蛋 砸东西的方式 来钳制新闻自由 那么事实上呢 中天新闻日前哦 那么记者在采访的时候 就遭受到不明人事录音录影 甚至呢 来将这个文章内容 铺上网 以扭曲抹黑的方式 企图来钳制中天新闻 说真话 那么事实上呢 中天新闻呢 秉持着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 因此呢 是要求多元发声的 这样一个新闻自由 是被保障的 所以在今天的时候 尽管他们是号召了群众 来到中天新闻的大楼前方 声称所谓的散步到中天 以及传出要不喜欢就要用来包围 呛吓口吓的方式 但中天新闻呢 坚持说真话 我们理直气壮 并且不畏惧不屈服 因此是发出声明强调 绝对不会姑息 更不会妥协 台湾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 任何用暴力威胁的手段的方式呢 中天新闻绝对不允许 也绝对的不会畏惧 主播 谢谢邱荣的报道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经济面 来看到台湾目前的情况 那么全球最大